網紅陳怡當街被打 記者會上崩潰淚訴 但有評論認為是姿勢型網紅 引火自焚 台唐縣瘦肉經羅生門 台中市府今天赴宴 到底是食安問題或政治陰謀 王必勝如秀燕隔空護鋼 白金漢宮證實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罹患癌症 七十五歲的他 還有能力擔任一國之君嗎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到方潔 網紅陳怡經傳遭人偷襲 昨天傍晚他從住家外出的時候 在門口遇到一名男子 對他搭訕 說你是陳怡嗎 可以幾次拍嗎 結果在陳怡點頭答應之後 這名男子突然變臉 對著陳怡一陣拳打腳踢 還好旁邊有路人經過立刻制止 報警抓人 陳怡在今天下午出面開記者會還原驚悚的遭遇 他說對方在落網之後 喊了別人的名字 似乎是要假裝是認錯人了 但明明他一開始有先確認陳怡的身份 所以根本就是預謀犯案 網紅陳怡穿著格子襯襯一身休閒打扮 在私家樓下等著紅綠燈 但這時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陌生男子 悄悄靠近在他周圍徘徊 好一會接著上前搭訕 但沒想到下一秒 對方竟然拿起手機朝他攻擊 陳怡毫無肘甲之力 圍巾包包散落遺地 當街大喊救命 好在這時兩名建議勇為的外國籍男子出手相助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事發不到二十四小時 親自召開記者會還原恐怖遭遇 陳怡秀書上扣失控嫌犯下手超狠 朝他頭部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然後一直想要逃 可是他的拳頭一直追上來 我不知道我就吃了好幾拳悶拳之後 瘋狂的喊救命 還好在路邊有兩個外國人 見義勇為的經過 立刻阻撓了那個兇手 回鄉起來人心有餘悸 真的沒想到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遭到偷襲 而且警方盜上後嫌犯仍然不斷叫囂 即使落網被逮 態度依舊非常囂張 你先進去好了 你先進去好了 網紅陳怡遭人當街痛 後就發生在臺北市松山區 五號下午四點多 當時他才剛走出門 走沒幾部黃姓嫌犯 就洋裝粉絲假打散真打人 他在任我的當下清清楚楚地說 請問你是陳怡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想裝拍照裝粉絲確認身份就動手 嫌犯落網被帶還裝喝醉認錯人 移送解放後遇令五萬元交保護船 但陳怡一口咬定對方早有預謀 甚至有共犯接疫 如今輕易交保讓他接下來的生活 恐怕都得提心吊蛋 我在這邊要講 他沒有認錯人 他從頭到尾就是針對我本人而來 而警方從監視器的畫面發現 其實這名嫌犯早在犯案的一個小時之前 就搭著一輛黑色轎車到陳怡住處樓下 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一看到陳怡出門 就立刻上前攀談 而且這名二十二歲的嫌犯 沒有工作 身上的勤頭卻破萬 所以懷疑他的幕後還有黑手 昨天北海人住處 黑色轎車就聆停在這個路口 靜靜等待 結果這一停就是一個小時 直到目標出現 犯嫌立刻下車 當時嫌犯一也就認出陳怡 並拿出手機要求自拍合照 明翔竟然是假搭訕真攻擊 當場對他拳打腳踢 說還強辯不認識陳怡 不過警方透過種種跡象 認定他早有羽謀 警方都已經到場 嫌犯卻不肯配合情緒 還相當激動 一旁的友人也不斷試圖安撫 原來當時走後 找來朋友幫忙開車 兩人就從下午埋伏在陳怡家外 一發現目標出現 就衝上前 趁著罪意當街動粗 所情有認識民眾募集全程 並報警 而犯嫌才被帶回警局 進行保護管束 可是他在咆哮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 好像叫做黃怡君 他在警局一樣大聲的 看到我就喊黃怡君 查知自己卻念陌生名字 陳怡懷疑根本是顧不疑政 因為嫌犯落網後 聲聲不認識他 更像警方公稱 因為對方是交友軟體認識的王婆 因為情侶吵架 才會以怡氣之下大打出手 再次強調是認錯人 不過據瞭解 這名二十二歲的黃姓男子 有毒品前科 值得注意是 他身上的型頭 不僅帽T價格破萬 就連手上帶的名表 真品價格也超過百萬 策劃攻擊網紅的手法 與管長槍擊案犯案模式 其實相當類似 幕後是不是有人指使 監禁還得持續調查理清 進入連家女嶺財報道 陳怡今天開記者會有另外一個焦點 備受矚目就是陳怡的母親 是前台北市議員陳雪芬 也到現場了 兩個人還一度抱在一起 痛哭失聲 聽到女兒陳怡還原遭當街暴打的過程 前北市議員陳雪芬 在以按捺不住情緒 堅持走到女兒身邊 你沒有錯 你講真的 我永遠沒有錯 陳怡壓抑了滿腹委屈 這一刻直接潰題 母女兩相勇哭到全身 顫抖讓記者會足足中斷一分鐘 我媽媽她心裡承受的壓力 比我還要大更多更多 她那麼的擔心我 可是我覺得因為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想要講實話 讓我自己的媽媽擔心了 但讓陳怡最難以理解的 竟然是疑似公開發言光天化日遭人 俠怨痛歐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個人 跟我一樣在承受這樣的暴力對待 講實話本來就沒有錯 我媽媽告訴我的 我媽媽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加上半個月前網紅Toys 才因為嫌醋犯難吃 被超派鐵拳打到渾身傷 很多人都說你被打活該 誰叫你平常嘴球 打得實在太好了 普天同慶 請問像你們這些言論 對我們來說 難道不是言語暴力嗎 不滿網路酸民性災樂禍 畢竟過往館長數大招鋒 竟慘被近距離臉開三槍 大家看到我們這樣的下場 以後還有誰敢說真話 如果今天我就算有錯 也應該是用司法來審判我 不應該是這樣子私刑的對待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我強烈的譴責暴力 網紅遭遇暴力接二連三就怕引發寒蠶效應 陳怡硬起來這一次絕不忍讓 記憶新聞 郭燕田 許廣場報導 不過要查出是誰想攻擊陳怡 的確不太容易 因為範圍太廣了 有動機的人太多了 過去陳怡的發言向來都很嗆辣 所以有不少疑粉 但是也累積了很多黑粉 細數像是二零一六年 他就批評當時非文的這個藝人 羅志祥是亞洲空幹王 用肉體練才 所以這個羅志祥就對陳怡提告求償 台北地院就判決陳怡要賠償三十萬 再四報頭百登報道歉 後來兩人和解 陳怡連續七天在臉書上公開道歉 然後他跟吳宗憲在臉書 在媒體前面互罵幾乎 已經是一個固定的輪回了 陳怡大酸吳宗憲逃漏稅外遇 是檢查署認證的爛咖 然後吳宗憲也回嗆說 他是個爛東西 是不入流的咖 結果呢 連吳宗憲的女兒吳山儒 也被捲入戰場 陳怡批評他 沒外表 沒才藝 只會靠霸 那另外一個跟陳怡對戰的 就是雞排妹了 二零二一年五月呢 在臉書直播的時候互嗆 同時吸引了一萬五千人 在線上朝聖 而且陳怡還很敢挑戰一對多 他在臉書直播批評國軍 大部分的志願役軍人是廢物 結果呢 被國防部還有四名軍人提告 妨害名譽 另外有四百七十五名軍人 提告他公然侮辱等罪行 不過他最終呢 這兩個告訴都獲得不起訴 那怎麼樣可以一本正經的 講出如此中二的話 我將為我的超派鐵拳 這我真是不行 在網路上開直播跟粉絲聊天 網紅陳怡總是討論時下熱門話題 像是網紅超哥不滿toys嫌醋飯難吃 就動手打人 最後鬧上法院 有法律系背景的陳怡 特別開直播分析 除了直接嗆超哥 他近期也發文酸網紅雪碧 因為雪碧日前提告toys公然侮辱 前往北檢案鈴控告 陳怡說他要控告 直接請律師地狀就好 跑去案鈴根本就是要作秀 陳怡除了與雪碧作對 上個月底 還槓上藝人陶金瑩夫妻 槓上演藝圈博聲亮 另外針對義務役延長 他也有話要說 結果被國防部遺狀告上法院 因為遭到偷襲受傷 讓陳怡的政治世家背景也受到關注 父親陳俊源 母親陳雪芬 都曾擔任過臺北市議員 而父親離婚後 與資深演員陸曉芬再婚 成為陳怡的繼母 這句話事後被翻出來 像是一語成誠 因為她的發言總是嗆辣 經常引發爭議 人紅是非多 但意外遭到攻擊 恐怕也是她始料未及 進行問綜合報導 不過像陳怡一樣 從網路樹敵 然後到現實生活中 也被攻擊的網紅也有 像最近最知名的 就是前兩個星期 網紅Toys到同為網紅的超哥的 日式料理餐廳開直播 這事情就是剛剛陳怡也有提到的 因為這個Toys評論 觸犯很難吃 超哥就氣得動手打人 結果Toys送醫 頭部還封了十多針 還有像蔡阿嘎三年多前 她騎機車載著太太 行進北投地區的時候 被人拿鐵錘打傷了 後來事檢調查 這個主持人聲稱 她是不滿蔡阿嘎的網路言論 所以教唆傷人 還有館長陳之翰 更是凌晨 在自家的健身房前面遭到槍擊 在救護車到達之前 她居然還請助理 開直播交代一言 後來開槍的竹聯邦 寶和會成員劉成浩 被高院依殺人為罪罪判了五年的徒刑 那麼當然了 對很多循規道局的人來說 或許有一點沒有辦法理解 以前對藝人的期待 是要節身自豪 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是網路社群時代 卻恰恰相反 只要有流量 是負面的又何妨 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名實況主Toys 他曾經因為販毒遭到判刑 剛剛又提到 他被Youtuber超哥給毆打 結果事隔九天 他卻能夠參加 反讀募款的公益活動 能夠來跟我一起用愛 來像毒品SayNo 比如說包括前任出事的 Joman 蕾拉 謝爾璇 路西派等等 都可以一起來 響應這個活動 目前沒有 但是我想就是 呼籲這一次的公益活動 就是知錯必改 那我希望其實這個 方先生也能夠知錯必改 也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公益活動 好Toys點名的就是打他的超哥 原本外界預期超哥打人了 那他的餐廳充滿爭議 會不會就收攤了 結果又是相反 世界發酵之後 連續兩天 這個店面都出現了排隊人潮 不少人都想去知道醋飯 到底有多難吃 還有不少網紅 也跟著去蹭熱度 不過如果說到爭議不斷 卻熱度不減的最強代表 那還是網紅愛麗莎莎了 之前他因為肝膽排斥法 槓上了一時YouTuber 蒼蘭哥 然後沉寂了一段時間 他自己說有一年的時間 都沒有業配 但是很快的就靠團購回穩了 賣自媒體的經營課程 又翻紅了 十天就進帳四千八百萬 然後去年底 拍了這個一日可穩者的影片 也登上了YouTube的熱門榜 真的可以說是越黑越紅 還有像愛麗莎莎 以及剛剛我們提到的幾個人 都被一些家長點名說是姿勢 不是知識 是姿勢型的網紅 但這類型的網紅 最早的代表 應該是曾經洪集一時的小玉 他先前的便利商店開箱 新臺幣泡澡 都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紛爭 最後他更因為身為Deepfake的AI換臉技術 在去年底二審加重判刑 要關五年 但是看起來其他的網紅 只要不是踩到法律的底線 即便遊走在爭議的邊緣 點閱數 荷包都是賺滿滿的 不過當然了 也因為網路傳遞散播訊息 相當的快速 有一些攸關全民的重要消息 稍益不慎 影響就很大了 像台中市食安處二號的時候 宣布抽檢到了一件 台糖的梅花豬肉產品 驗出了非常罕見的瘦肉精 西布特羅 但是隨後所有其他的官方 還有民間單位的檢驗 通通都是未檢出的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昨天深夜就發文 點出了這起事件 有五大荒謬 像其中一個就提到了 台中市政府實驗室 同一包肉驗了二十二次 但是各種結果 從零點零零一到零點零一八 這個數字差別有十幾倍 顯示出了這個實驗室多麼不穩定等等 還亦有所指的酸說 這個做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很考驗未來雄心壯志者的 危機處理能力 加上食藥署也跳出來質疑 曾經提醒過台中市政府 最好要再復驗 所以他質疑不懂台中市 到底為什麼要公佈的那麼快 那麼這些說法看起來 都指向台中市長 盧秀燕的動機 那麼盧秀燕今天就反嗆了 說像這一類站在廠商利益的說法 令他瞠目皆捨 春節連假倒數兩天 行政院長陳建仁到高工局 慰勞同仁 但這個年辛苦的還有衛福部 因為台中市政府驗出 台糖肉品寒瘦肉精 引爆了食安論戰 各單位還有以及 縣市政府所做的66件樣品的 這個檢驗當中 都完全零檢出 應該以科學的證據來論述 我希望各界不要多做預測 然後捕風捉影 陳奎強調同一批豬肉 都沒有驗出瘦肉精 難不成是指第一時間 搶著公佈的台中市政府 多做預測嗎 我們的食安人員被苛責 被打壓 甚至有人要告他們 我非常的不以為然 有人責問台中市政府 檢驗出來以後 為什麼要公布 為什麼要公布得這麼快 以廠商的利益為主 而不考慮到人民的權益 我感到瞠目結舌 媽媽市長說重話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更在臉書五點質疑 包括僅台中市那包肉驗出瘦肉精 且二十二次數值差異大 加上西部特羅成本高 幾乎不會用在飼料上 台唐不止沒有違法動機 要說混到進口肉 更是無機之談 王必勝還亦有所指 說這考驗未來雄心壯志 領導者的危機處理能力 十安正義中央地方陷入矛盾 再掀開一波政治攻防 那這個矛盾的關鍵就是台中市衛生局的檢驗過程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台中市衛生局其實總共做了二十二次的檢驗 但是他只公佈了其中六次的數值 而且正如剛王必勝說的 每一次檢驗的數值還差了數十倍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是實驗室 或者是儀器被污染了呢 台中市衛生局長曾子展 今天直接面對各界的爭議 他說依照證據說話 一切都依檢驗標準的流程執行 他有信心 衛生局人員總動員 將台中市衛生局 檢出瘦肉精的同批肉品下架回收 根據台唐資料 這個批號生產了兩千七百三十包 食藥署公佈在六個縣市 只回收了兩百四三包 其他可能都已經被吃下肚 但瘦肉精檢出檢驗過程 遭質疑 問題重重 台中市府對外公布六次檢驗數字 但事後說明針對同一包台唐豬肉 其實總共做了二十二次檢驗 而且每次檢驗數值差異大 被質疑實驗室操作 可能有問題 強調依依證據講話 但包括食藥署 農業部以及SGS 案發後也都做了採檢 超過六十件檢體 未檢出任何瘦肉精 為何只有台中市衛生局驗出問題 檢驗的這些設備 還有這些儀器以及藥品等等 都是由中央還有TAF 就是TAF 這個來認證過的 所以我對這個是相當有信心 台中市衛生局強調 所有檢驗流程都依照標準程序 經過反覆測試才對外公布 只是同一項檢驗中央地方 卻得出不同結果 問題出在哪依舊沒人能給答案 進去的中央報導 台中市政府有信心 而台唐也很有信心 所以昨天已經申請了復驗 那剛剛提到的 台中市衛生局這裡 把原檢體的樣本送交給食藥署 然後另一方面也會同了 專家跟食藥署的人員 所以中央跟地方 今天同步展開復驗作業 過程也全程錄影 按照步驟將檢體放入儀器 安心豬梅花豬肉片 被檢驗出含有瘦肉精 西布特羅 台唐公司 提出復驗申請 台中市實安處二月六日 全程公開實驗室檢驗過程 中央派了三位的長官來 然後還有兩位的學者專家委員 然後還有台唐公司的代表一位 總共有六位來參與這次的復驗 我們希望快的話 明天能夠出來解這個結果 還有當初抽檢陽性的肉片 一半留在台中 另外一半則以冷凍保存 交給食藥署 嚴監組帶回臺北復驗 中央地方雙軌並行 農業部也有最新進度 案發後擴大清茶抽驗台唐的九個養豬廠 報告出爐全市未檢出 茶驗本身大概包括我們的豬血 大概有一百三十件毛髮大概有兩百六十 二十六件還有飼料的二十六件 那從昨天採樣以後 今天早上結果出來也是完全沒有檢出 瘦肉精風波最早是一月十五號 台中市在國軍福利站 抽樣台唐梅花豬產品 檢驗出微量瘦肉精 通報後農業部啟動回溯機制到源頭豬廠 採樣檢驗 食藥署雞茶肉片工廠 就連台唐也取樣SGS檢驗 但通通沒問題 檢驗結果中央地方出現不同調 引爆爭議 各縣市衛生局為了安全起見 仍然先針對安心豬肉片清茶下架 台北市也自行採樣四件 新北市抽樣十六件 到底台唐豬肉有沒有受肉精 現在就等敷衍結果來釐清 靜兄的早上報導 稍後來看到最近好多人在日本 但是日本關東地區 從昨天開始降下大雪 有多達一百零五個人 因為在雪中滑倒而送醫 也頻頻傳出車輛打滑的事故 稍後帶您關心 剛提到有電車子突然在行駛中 就動彈不得了 還有雨田機場也取消了航班 有台灣旅宿業者提供在日本的旅館 免費讓台灣遭到滯留的旅客居住 也有台灣的留學生說 很擔心回台過年的行程會受到影響 東京豪德寺的招財貓 助力在雪堆裡 光看畫面都覺得冷 我整個人都動得很冷 如果你看一下這個招財貓 這上面還雪都還沒有化 可想而知昨晚下的是有多大 都覆蓋 厚重溶雪砸下來 招財貓的頭硬生斷裂 東京罕見下起雪來 旅客們把握機會 下雨低溫也要出來走走 是東京久違的一次大雪 所以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不方便的話應該就會是走路的時候 會撐傘都沒有用 假設不是第一次看到的話 十分不方便 其實都會撕掉 積雪速度蠻快的 所以路面比較濕滑 我們走路的時候就速度有放慢 所以整體行程時間是有稍微拉長一點 東京街頭積雪還沒完全融化 地面濕搭搭一片 民眾走路得放慢速度 就想大雪更讓東京的地鐵交通 大打劫 鐵路公司從中午開始 結果一直在宣導說 就是雪接下來會越來越大 所以電車有可能會停時 或是有很大幅的延期 到東京留學的台灣學生 準備在年前返台 因為物流停擺受到影響 家用品之類的 用黑貓仔機便寄到機場 可是因為大雪的關係 沒有辦法保證 我們在我後天的航班之前寄到 所以現在就變成 我可以給自己開車 大雪一度讓雨田機場取消航班 旅客滯留機場 在東京進旅館的台灣旅宿業者 發起活動 決定釋出空房 提供台灣旅客免費住宿 幸好大雪週二白天過後 已經趨緩 接下來幾天 依舊會出現負一度低溫 過年想到日本旅遊的民眾 雖然不至於被大雪影響 但仍然得注意保暖 金雄於家衛林更賢採訪報導 不只是日本 中國也遇上了歷史性的暴雪冰凍的天氣 擾亂了春節的運輸 機潮跑到結冰了 影響飛航 還有民眾在湖北的天河機場 等了足足三十個小時之後 直接暈倒了 有人則是登機之後 在飛機上也等了六個小時 搬機還沒有起飛 打了數十次的報警電話 那麼湖北武漢呢 也有這個數百個高速公路路口一度關閉 火車因為鐵路網結冰了 大量的列車停運 結果民眾都受困在車站裡 放眼望去 滿滿都是人 中國湖北車站大批民眾要返家 四號缺因大雪上百架列車停運受困 有乘客想上廁所 排隊排了三小時都還上不到 民眾上不了車 因為鐵路接觸網結冰 鐵軌轉換不靈活 部分列車甚至高鐵都降速運行 人工售票口 甚至排起長長隊伍 官方還公布退票辦法 鐵路運輸打劫 公路也是慘慘慘 湖北武漢五號早上一度有數百個 高速公路路口關閉 橋面也結冰 當局出動挖土機鏟除冰雪 更動員公安武警 救援被卡住的車輛 有人用釣籃送起物資 但部分民眾決定自救 徒步兩個多小時走到機場 不過武漢天河機場 因為雨水堆積大量搬機延誤 乘客相當憤怒 從早上等到晚上 搬機遲遲沒起飛 還在搬機上受困數小時 打了23次報警電話 卻難以出去 另一頭還有民眾在機場 晕倒 因為反覆登機 等了三十小時 期間只在航空公司安排的飯店 短暫休息 體力不支 湖南有民眾在庭院產雪 結果屋頂的雪直接崩塌 幸好傷勢沒有大礙 中國冰雪情況大大影響民眾生活 金雄文 週成為報導 臺灣沒有下雪 不過受到東北季風 帶來的涼空氣影響 今天外出呢 明顯的是比較涼了 清晨的最低溫出現在 新北瑞芳十二點八度 那麼接下來的春節廉假 則是受到北方高壓南下的影響 全臺的溫度也要溜滑梯 最冷 最冰凍的時間點 預計落在除夕到初一 中部以北 東北部的低溫 會下探十到十一度 路上行人毛帽圍巾 保暖小屋全穿上身 靠機車帶部的外送員 手套羽絨衣全身薄緊緊 刷東北季風帶來涼空氣 影響週二清晨最低溫 出現在新北瑞芳十二點八度 但這波變天還不只這樣 北方高壓南下 春節廉假期間 全臺氣溫溜滑梯 明天到小年夜是一個慢慢下降的過程 影響我們的這一波冷氣團 它的冷空氣的強度接近強烈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中部以北 東北部的最低溫 大概是十度到十一度左右 南部花冬的低溫還可能是在十三十四度左右 那沿海空旺地區和那一路近三區 可能都還會再低一點點 春節最冷時間點落在除夕到初一 氣氧水不排除針對北部東部地區發布低溫特報 明天七天 天氣也呈現三階段變化 越接近除夕夜 天氣越濕冷 週三開始到除夕受到華南雲雨區 東影影響全臺各地都有雨 而中部以北山區 三千到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山 在水氣氣溫配合下有降雪的機會 到了初一 西半部雨是趨緩 轉為乾冷的天氣形態 而東半部地區山區仍有短暫雨 緊接著初二到初五 各地多雲稻晴 天氣才會逐漸回暖 過年外出走 春得留意 天氣變化 繼續看 李方此同樣雨前報導 不過除了冷之外 臺灣冬天的濕氣也特別重 所以不少民眾家裡必備的是除濕機 不過提醒您了 經濟部今天整理公佈了過去曾經被召回 有五十四款瑕疵的老機型 這些機型在經過長期使用之後 它的控制機板或者是壓縮機老化了 容易造成家電故障 所以呼籲民眾趕快要檢查家中使用的除濕機 有沒有漏網之餘 如果有著五十四款機型之一的話 最好停用 另一個提供給您參考的是主計總處 今天公佈了一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根據統計一月的年增率是1.79 跌破了2%的通膨警戒線 創下了去年七月以來的最新低 那麼這就代表著國內通膨的壓力比較減輕了 主計總處的解釋是說 受到之前主要國家接連升息的累積效應 持續影響了消費跟投資 造成了全球的需求疲軟 所以國際原物料的價格也就回穩了 甚至也變得更便宜 這對國內的物價是具有穩定的作用的 但是有些東西呢 因為它的特殊性 所以還是會比較貴 像是過年的時候 家家戶戶買春聯來貼 高雄的三鳳中街 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有書法老師 注點販售手寫的春聯 那有網友去逛春聯攤的時候 卻說就太貴了吧 春聯一組就要價一千二 但是三鳳中街的書法老師不以為然 他秀出了自己二十多年來征戰的獎狀 證明自己寫字的功力 還有一些首客也認為 畢竟這些春聯是出自名家之首 首寫的很值得 三鳳中街外圍 每年都有首寫春聯攤 民眾選購回家貼討吉利 高雄網友跟著老婆來逛 卻逛出這樣心得 他說當下有震驚到 因為春聯報價一千二 默默把五百塊放回錢包中 一直以為春聯價位 大概兩百到四百塊錢 直呼大開眼界 網友嫌貴的首寫春聯 其實就是出自這位王老師之手 行書體一氣呵成 草書也行於流水 對網友批評他不以為然 寫書法二十多年資歷 王老師對自己作品有信心 而且獲獎無數 他說價位一千二的是這種特大版 七個字 因為苗金邊得多花至少半小時 所以三張一組要價一千兩百元 等於一張四百元 版面小一點的則是一組七百 王老師註點三鳳中街 十幾年還有熟客 特地從台南找他求自 這老師親筆寫的 他還要描邊 真的值得 一年買一次哪會貴 老師說如果有落款 價位還要貴一到兩成 首寫春聯對顧客而言 形同藝術品 現成印好的不能比 王老師說 所以每年他家賣最好 同樣生意絡意不絕的 當然還有三鳳中街買年貨的人潮 一點半之後就會出來 超麻 還有很多人一定要買的 當然就是花卉了 尤其是春節應景的百合 象徵的是花開富貴 在年關將近的時候 很受到民眾歡迎 不過為期八十天的種植期 卻先後遇到了三波寒流 所以百合的生長延遲了 在全台最大的百合產地 台中厚里 有三成的花卉 趕不及在年前採收 所以供應市場量少 產地價也漲幅 大約有兩成之多 一早採收了新鮮百合 數百隻堆成像座小山花 能忙著分類篩選 再放上輸送袋 用透明袋包裝 包裝分類好的百合 直立放進桶子裡準備裝箱 花農們忙得不可開交 因為要改在小年夜前 將新鮮百合送到全台 各大花卉批發市場 台中厚里是產冬季 百合主要產卷占全台八成 不過在我左手邊 這一攤面百合 因為田後影響 導致來不及採收 厚里這邊大部分的花農 大概延三到五天左右 所以說它是差幾天的花 不僅年輕採收就對了 對 所以說市場上 那目前的花卉 是百合量算是比較少 所以說它價格有稍微高一些 台中厚里種植百合 百合生長期月八十天 但種植期遇到三波 寒流來襲 影響百合生長 大約有三成百合來不及 年前採收 也連帶影響產地價格 漲幅約兩成 去年過年的同期來講 產地價大概三百五十塊到四百塊 那今年大概 昨天的行情大概在四百塊 到六百塊之間 那所以說以現在的漲幅來講 每一把大概漲幅五十到一百塊 百合在年前需求量增 因為象徵花開富貴好兆頭 受到民眾歡迎 但因為產量減少 獲利產地價漲幅約兩成 民眾想買花佈置 增添年節氣氛 得多加點預算 謝謝黃軍 賴文中台市報導 不過量暴增的 當然就是網購了 農曆春節前 高雄鳳山一間電商的電道 電門市被包裹團團包圍 居然只剩下一個人 可以通過的空間了 業者說因為年前物流量暴增 所以這個店面本來就已經很忙碌了 現在更是被擠得水洩不通 大量臨庭的顧客跟卸貨的貨車 也影響到了周邊的居民 橘色物流箱擺滿滿 走道變得只能容納一人通過 才有辦法進到店裡頭 上百個物流箱 從店內一直對放到店外 顧客得要鑽空間行走 才能找到櫃台位置 就算店裡貨品已經爆滿 但還是有顧客不斷上門擠貨和取貨 不只門口經常停滿機車 物流下貨的盛況 甚至影響到周邊的居民 高雄這間物流據點位於鳳山區五甲二路上 意思是因為農曆新年即將到來 許多人透過電商平台 來填購新衣服和過年必需品 讓平時本來就忙碌的店面 如今更是被擠得水洩不通 物流人員表示 由於門市會在農曆新年期間進行公修 民眾把握這幾天 來到店裡取貨寄貨 也導致貨品塞爆整間店的盛況 這連貨車的座位上 也都堆滿了顧客的包裹 過年倒數 貨量本來就比平常還要多 物流據點爆倉狀況更為嚴重 如何針對顧客需求進行優化調整 也挑戰業者的應變能力 繼續李謙 謝嘉玲財粉報道 隨著銀法時代來臨 中高齡再就業成為了一種新蜂巢 稍後深度探照鏡要帶您來看 他們的故事 隨著銀法時代來臨 中高齡再就業成為了一種新蜂巢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創始元老之一的盧豐華醫師 在二零二二年退休之後 他沒有到處遊山玩水 而是開了一間居家醫療診所 他騎著機車變成Uber doctor 把醫療服務送到病人的家 這樣的退休生活其實更精彩了 而且各行各業都有像盧醫師這樣 借零退休但還不想躺平的職場 高年級生 一起來看他們的故事 你假如活到九十歲的話 八十五歲 你還要在課金做二十年 那這種事你怎麼繼續做 就要自己找尋自己生活的目標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這樣的工作 讓我自己感覺會比較充實 現在退休了 再把以前的初衷再撿回來 放進去 背起醫師包 好 走了 走了 騎上電動車 Uber doctor羅風華穿梭大街小巷 把醫療送進患者的家 好 媽媽有沒有彈 應該有 顏色 顏色 白色的 白色的 好 來 左邊 媽 來 左邊 來 左邊 好 把頭看一看 好 讓她碰碰 她的患者幾乎都是長輩 掌握身體的健康變化很重要 每個月固定一次的居家醫療 讓家屬有如吞下定心丸 只剩下那個表面而已 87歲的奶奶 失智失能長期臥床 半年前背部忽然出現入窗 還有腳跟一觸傷口 也遲遲不好 女兒好焦慮 得知盧醫師有道府服務 儀式成主步 那盧醫師這樣跟 這麼孤立人員一起過來 我覺得那個心安很重要 非常感謝 滋身的有一個優點 好 她看到了 這白頭髮就覺得放心 好 還沒看就覺得放心 雪白髮絲 說話風趣 平易近人 六十六歲的盧峰華 來頭不小 她是老年學權威 也是成大醫院的創始元老 在成大家庭醫學部一待 就是三十三年 大半青春都奉獻給病人 去年八月退休 她依舊不想躺平 如果我就不想說她退休 還是跟還沒退休前一樣 都一直坐在整間 每天就盯著電腦 這樣的生活 應該要改變一下 結果改變的只有看病模式 過去是患者找上門 如今患她親自出馬 因為盧醫師所規劃的 退休生活就是要照顧 不方便就醫的高領長者 以前在退休前 可能拼經濟也是蠻重要 但是到現在的話 雖然不缺小錢 大錢還是很缺 就是有飯吃 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尤其是自己認為這是蠻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早在七年前 盧峰華已經啟動漸進式退休 她先在台南市區寧靜的巷弄裡 買下這塊地 打造起秘密花園 你退休以後才要貨幻要種 你可能那時候體力沒那麼好 你退休前那時候會精力還發生 就開始小課就種 她大概六十歲 她就長半天了 然後屋頂上去了這樣 原本是把這定調為私人招待所 是她跟朋友愜意閒聊的空間 不料冬休息準弄到最後 又成了一間小新診所 一週有兩天方便長輩來就醫 那我胃口比較好 就多吃一點 看會不會再胖回來 做居家醫療起步最難 但這是從小就追隨 醫師父親腳步的羅風華 一輩子的志願 現在她很努力建構制度 期望做出一番成績 感受更多陳大準備退休的醫師 一同投入 大薯配可樂 那別的還需要什麼嗎 好喔 享受事業第二春的 還有七十一歲的沈富美 點餐 稍等一下拿餐 做餐 哇 飲料這麼多 送餐 你好 餐點到了 工作節奏快速 沈富美游刃有餘 這是她在素食店 第三個年頭 才快速送完餐 習慣找事情給自己做的她 回到餵台又發現濃湯快建立 一定要寄 不然會超會搭 等一下他們會說 這鍋超會搭誰煮的 承認還是不承認 但三年前重返職場 全新的挑戰 困境中的考驗 她差點就落跑了 你知道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 然後你知道麥當勞是年輕人的世界 對不對 中間一定有代溝 然後他們工作的方向 跟我們當年是不一樣 你要把以前的想法全部去除 你從零開始 開始學電腦 她的點數和成績 沒錯 你只要刷就是存在裡面了 開始學習這個工作 跟年輕人的相處之道 這個要把它夾起網卡 用什麼夾 夾子啊 拿一個擦板就好了 就業的年齡 跟一個二十多歲的請教她 怎麼樣 這個真的是需要放下身段 年輕時她做房地產賺了好多 後來又在百貨公司超市上班 心情忙碌一輩子 卻都是為家人而活 自己呢 我從學校畢業一直工作 然後結婚 家人都為家裡 小孩 買房 買車 那我身上的錢 除了退休金以外也沒有了 所以我們二度就業以後 第一次為我自己工作 蠻好的 這些錢都歸我 大膽變老 活出自己的樣子後 一切豁然開朗 那只要妳的體力夠 妳的頭腦清晰 然後眼睛沒有昏 老花 我覺得這份工作做起來 蠻趁心愉快 平良心 比我年輕的時候還愉快 因為你在家裡躺著 實在是好像毫無目標的生活 不要自己去找尋自己生活的目標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這樣的工作 讓我自己感覺 以後我比較誠實 他們都是在二度就業中 再次找回自信與快樂 但根據統計 在台灣延後退休 或是繼續在職場 扮演勝利軍的並不多 55歲到64歲 還在職場的勞動參與率 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二 只贏南非跟土耳其 遠遠低於全球第一個破產國家 冰島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 連日本以及韓國 都有近七八成的人還在工作 擔心的是我要怎麼重新適應新的環境 因為新的環境都比我年輕 可能更數位 他能不能跟得上新的技術或新的工具 他的學習力會變慢 據調查顯示 這些高年級生 自認遇到最大的困境 還是年齡的問題 占了百分之八十一點二 其次是薪資不滿意 還有被質疑學習能力差的 但這些都打擊不了神秒屏 七十二歲 他選擇到火鍋店做擺盤 最創事業第二春 阿嬤級的沈淼萍曾在加拿大當銀行行員 後來到香港擔任董事長秘書 直到六十五歲退休回到台灣 開啟天天吃喝晚樂的模式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這樣子的日子我沒辦法過 就是想要還是要找一個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證明自己還在這個 沒有脫離這個社會太遠 加上近幾年 勞動部也支持中高齡者退休後再就業 鼓勵企業竟有高年級生 如今退休持續工作 已成為一種風潮 我們蠻多白領的都是主管退休下來 轉成服務業的一線員工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比他原來退休無事可做的時候的 那種哀聲叹氣好了很多 其實我沒想到這樣做了 就做了不夠 其實我這樣比較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的時間 每天好像都不夠用 像阿姨這樣子的出缺勤啊 排班啊 其實都比年輕人還要來得有勢 資深經驗豐富配合度高 是中高齡者的優勢 但見您退休或是想轉換跑道 你準備好了嗎 近幾年台北市只能發展學院 課堂上學生平均年齡拉高了 尤其需酒鎮的烘焙課 過去不收中高齡 今年也首次開放 以我們學院我們其實想呈現 是一個跨年齡或是無靈的 共學的一個可能 我們希望在學院提供給 在台北市大哥大姐一個 就是一直學習的一個地方 出身法國53歲的Roger 來台近30年 從法國公司退休後 心中有個創業開餐車的夢 我很喜歡煮飯的 可是麵包每次做出來 我都失敗 所以我去利用這個機會 來學一些麵包 我跟我的員工 前員工講的 我在學麵包 他們跟我講 你那麼老 他在學東西 我會想 我先不住 老師這樣考幾分 我用12 然後轉向大概在10分鐘 你看他表面有上車了 53歲的白淑慧 離開職場19年 孩子都大了 生活進入空潮期 這次他想為自己再戰 看是做自己的一個私廚的工作 或者是一個工作室這樣 去外面上真的很貴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看政府還有補助我們 我覺得蠻好的 讓我們還蠻有那種動力 因為就是年紀大了 我覺得要活就要動 台北市平均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超過21% 近幾年人口板塊正在轉變 準備退休的這些人 其實有著無限可能 人生下半場 他們重新設定目標 勇於探索改變 精彩正要開始 不過不太精彩的是中國A股了 雖然跌跌不收到今天終於止跌 但是最近的股市大跌 讓美國駐中大使館的微博賬號 成為了中國網民們的哭牆 結果中國網管啟動了大規模的刪文 稍後帶您關心 2月5號開始 美中兩大強權的財政部高階官員 在北京展開經濟會談 這是自去年9月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跟中國副總理何立峰 發起了美中經濟領域 跟金融領域的工作組後 第三次召開的會議 那麼這也是第一次 在北京進行的會議 所以很多分析都認為 這是在為葉倫的第二次訪中在鋪路 主要要談些什麼呢 根據美方官員的透露 這個談話的重點 將聚焦於中國的非市場經濟行為 什麼意思 比方說了 美國跟中國的經濟前景 針對國安的投資審查制度 在氣候變遷的合作機會 以及如何減免窮國債務 等等的議題 另外討論的內容 也會針對北京的補貼政策 因為美方認為 這會鼓勵商品的過度生產 甚至可能會在全球市場造成泛濫 然而在美方強調 中國產業補貼之際 拜登政府也持續選查 前總統川普時期 對中國進口商品所施加的關稅 這些產品的總價 高達數千億美元 而且最高是苛徵了 百分之二十五的懲罰性關稅 還有官員主張 應該把關注的重點轉移到其他 更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 之所以這麼說 是因為川普最近好幾次表態了 他說習近平跟他的關係 讓他再次當選總統 就會加大施加關稅的力道 並且呼籲應該要撤銷 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待遇 而如果撤銷了就形同是提高 幾乎所有中國商品的關稅 也因此有分析預測 如果川普再度成為美國總統 很有可能會推動美中經濟 進一步的脫鉤 對於投資跟資本流向 中國會施加更多的限制 我們就要連線給德州 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翁呂中 請問老師您認為 這一次美中財政代表的對談 聚焦的重點可能是什麼 尤其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美國對中國的財政政策 會有變化嗎 而拜登政府對中國 會比較保守嗎 還是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呢 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 當然會牽動全球的經濟 畢竟這是全球最大的 兩個經濟體 那目前拜登政府的作為 我想應該是穩扎穩打 尤其是考慮到今年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即將登場 而且這場大選 看起來還不見得是 哪一方會勝出 導致現在不只是中美之間 事實上美國對其他的國家 在進行貿易在談判的時候 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對方也在懷疑 美國會不會換了政權之後 就出現政策的改變 因此這個中美經濟小組 首要的任務可能是 先穩定目前的狀況 以現階段已經有的談判基礎 來繼續往下談 所謂的現階段有的談判基礎 就是過去葉倫在第一次 訪問中國的時候講到的 跟中方之間 尤其是中國的勞工權益 或者是製造業 中國的產能過剩 中國的科技產業 可能如何來做限制 目前的談判會持續的進行 但是要有一個重大的突破 我覺得短期之內比較不容易 那當然如果說要傳出一些好消息 也許就中間有一些政治的操作 也不一定喔 畢竟大選年需要帶來一些好消息 來拉抬所謂的美國國內的經濟 希望可以跟美國維持穩定的關係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表現 這樣的一個會議 讓其他的人也看見 外資應該要有信心可以回到中國 我想對於北京而言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 穩住現況 2024年的選舉即將登場 拜登政府要拿出一點成績單 來爭取一些選票 這也是他們心中的盤算 質疑 中國A股昨天千檔跌停 但是在官方干預之下 今天只跌了 三大指數成功轉漲 今天就迎來利好 中央匯金宣布買進更多ETF 並且將會持續加大增持的規模 跟力道 那麼上陣指數一度漲了超過百分之二 重新站上了兩千七百點關卡 創業板指漲幅超過百分之五 深正城脂也漲了超過百分之五 如果是從類股來看 醫藥生物 食品飲料 有色金屬漲幅靠前 房地產紡織服飾的表現則比較差 那麼這一段時間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新聞發言人 曾雷秋上傳了賀龍年的短片 到美國使館官方微博 沒有想到引來海量的中國網友 湧入留言區 不是祝賀新年快樂 而是呼籲拯救中國A股 結果當天晚上大使館在微博 就發布了一篇長井路保育宣導文章 又引起數十萬名的網民去留言 也大歪樓喊求救 內容全部都是兩億股民 七億居民 怎麼過年呢 請美國幫幫忙 美國既然是國際秩序的捍衛者 那也捍衛一下A股吧 這起事件就被網民戲稱是長井路事變 還說是因為美國使館的微博不會被封鎖賬號 才成為了中國網民的發洩管道 我們要繼續請教翁呂中老師 我們剛剛提說呢 這個中國股市連日大跌 結果美國駐中大使館的微博賬號 成了中國網民對股市暴跌的哭牆 結果中國網管昨天凌晨呢 就大規模的刪文了 那有的股民結果居然就轉移陣地 轉到印度使館去抒發 老師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反映中國股民的什麼情緒 而且他選擇的為什麼是 美國駐中大使館的微博賬號呢 我們說到中國內部的經濟景氣不好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像是我們知道的 房地產的狀況不是很理想 尤其是恆大又被清算的資產 那當然這是負面的消息 可是中國有很多的 另外一大部分的資金 其實是在股市當中 可是今年中國的股市 不管是上海還是哪裡 基本上股市的表現並不是很理想 而股市的表現不理想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不是跟房地產有關係 但是也很大一部分是跟科技產業有關係 中國的科技產業我們知道 在美國所謂的拜登政府 小院高牆的策略之下 在高科技的技術受到了限制 導致中方在目前在國內 他的高科技產業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這連帶的就導致了中國在產業發展上 股市的表現上面就變成比較悲觀一點 比較負面一點 今年沒有太大的這個表現 而因為看見了股市的表現不好 那當然我們說連帶的這些股民 這些中國的民眾網民 其實也知道就是因為中美之間的競爭 尤其是在科技上面先進的技術被限制住了 因此才會說要找一個出現這個發洩的管道 或者是這個需要有一個這個抗疫的地方 那當然就會針對美國而來 那我們也必須說現在的中美的局勢呢 真的不能只看中美雙方 因為全世界也都在看中美雙方到底能不能夠 在經濟上面能夠這兩個國家能不能夠復甦 如果能夠復甦可能會連帶的把歐洲國家 或者是亞太地區甚至東奈亞國家的經濟 都能夠重新的來重開機重新啟動 重新調整策略代表的是這個全球經濟復甦的期間 或者是我們需要等的時間呢 就會需要更長一些 這個當然是我們不樂見的 我們都希望2024年大家都大發力士 當然台灣也希望2024年龍年 大家都能夠找到好的這個賺錢的方法 國民黨訴求下架 民進黨沒有成功 於是連續第三次無法執政 只能在野 戰鬥欄的發行員趙少康 今天持續出面表態 支持認為朱立倫應該要辦檢討大會 大刀闊斧 拼改革 稍後帶您關心 新任立法院長韓國瑜在二月一號就任之後 距離農曆春節的時間很緊迫 那麼落款立法院長韓國瑜的春聯 農藥即慶在正式趕工之後 今天終於印製出爐了 限量兩萬張 院內的立委 人人搶著藥 近新聞也掌握 韓國瑜預計在春節到全臺各地走春 拜會發春聯 而第一站就會從高雄市出發 農藥即慶 落款立法院長韓國瑜 最新辣格男人專屬春聯曝光 更場先張貼在院長市正門口 今天的中午十二點 韓國瑜的專屬春聯終於出來了 二月一號 韓國瑜才剛就任 院長市緊急張羅在農曆年前夕 敢供應至限量近兩萬份春聯 不只各委員辦公室搶破頭 更有賣家以廠先在網路上販售 可見魅力 韓院長到全臺灣走透透也是應該的 他選錢畢竟跑了這麼多地方 我是祥榮先認為他榮耀極慶 但是我想因為我們新人更有誠意 所以我這只有三百份 因為是手工的手寫的 時隔二十二年重返立院 韓國瑜把握蜜月期積極出擊 交代幕僚在農曆新年期間 走訪全臺各地請託發送春聯 韓六再起首站就是高雄本命區 我們曾經在他第一次選市長的時候 一步一腳印踏遍所有高雄的地方 許許多多高雄的鄉親看到他 選到立法院長 也對他非常非常感到驕傲跟光榮 一甩過去遭罷免怨氣 如今韓國瑜反倒成為國民黨內 最高層級公職人員 年代助攻韓國瑜再度進入 二零二六全力敵對 韓國瑜要很認真把握這個機會 韓國瑜首度主持朝野協商 以看我的眼睛神化解火爆氣氛 現在黨內更是火眼金睛 緊盯著就把韓國瑜又造金 進行的謝謝劉威廷 採訪報導 不過這次選戰有一些特別的現象 國民黨雖然沒有能夠成功下架民進黨 所以三次連續都是在野黨 但是在立院的席次重回了第一大黨 所以朱立倫制成了少數 他提名的黨籍總統落選了 但是卻沒有下臺的國民黨主席 不過並不是沒有人要求檢討 黨內現在要求檢討的聲浪蠻大的 有九名青藍學者 昨天就開了學界第一槍 抛出了開放國民黨等四大改革訴求 而戰鬥欄的發起人趙少康 今天就持續出面表態支持 認為朱立倫的確應該要辦檢討大會 而剩下在一年半的任期內 要大刀闊斧 憑改革 韓院長上任朱主席成為第一位來訪貴賓 朱函雙引擎 替國民黨拿下立院第一大黨 但黨內還是有人不滿意 要黨主席任期只剩一年半的朱立倫 先當改革發動機 國民黨連續三次在野 二零二次選後改革升四起 九名青藍學者公開點出 選後至今沒有聽到滿意的檢討答案 要求改革從組織智庫理念決策等四大方向 著手出發 身為目前藍營黨內最大派系 戰鬥欄共主 趙少康 起而響應 要朱立倫趕緊來一場監討大會 暗示黨中央不能拿立委席次增加與總統落選功過相抵 青藍學界這一槍趙少康認為擊中國民黨要害人 國民黨想擦亮百年老店金字招牌 從黨內山頭到藍營基層都在緊盯 馬政府時期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琪 最近出了新書 內容談到了跟馬英九共識時 他的處事跟觀察 今天接受廣播節目專訪的時候 蘇琪就直言 說前總統馬英九看不到大格局 而且小事管太多 還刻意不照顧國民黨的自家人 遇到挫折就退縮 甚至有棄居保帥的習慣 和前總統馬英九貼身共識 兩年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琪 出了新書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 書中爆出你所不知道的馬英九 他管事不管人 他一直在看寫筆記 沒有用 人是人和人的有感情的交流 好幾次開會 我看總統在那邊主持 下面那個部長 在那邊滑手機 那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不怕總統會看到他 因為總統在忙著寫東西 爆料私下的馬英九少了溫度 且遇到挫折就退縮 國調領導人根本不需要在意這些批評 在廚房裡面本來就是熱的 馬英九總統 蘇琪非常觀察到了 可能他就沒有做得 如大家所預期那麼好的原因 第六點 就是傾向棄居保帥 蘇琪直言 馬英九的人際手腕需要改進 尤其馬王政真 更是馬英九的極大損失 一直到吳敦義為止 前面前面的幾位主席都沒有 都沒有黨國包括連戰等等 都沒有黨國在立委帶過 所以就是外包給黃建平 所以黃建平才會養的那麼 就是說勢力那麼大 很可惜他們兩個從競選黨主席開始 就開始感情就不融洽 然後一直到執政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2013年鬧翻之後呢 後面當然發生太陽花 那王金平當然幫民進黨來整他 不只和王金平的互動讓一旁幕僚尷尬 蘇琪更點出馬英九沒有培養人才 不提拔民意 從民意選出來的民意的代表 立法委員啊 這個市議員啊 不讓他們轉換軌道 讓他們留在他們原來的領域 就是不讓他們進政府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前官員的肺腑之言 字字句句寫在書裡 揭露更多不為人知的馬前總統 紀新聞綜合報導 前屏東縣長潘孟安 昨天搭高鐵的時候 收到一名高中生的信件 還有兩顆芭樂 請他轉交給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潘孟安還真是使命必達 他馬上就PO出了賴清德手裡 捧著一盤芭樂的燦效照片 然後來發現這位女高中生是 臺北市書局水準書局老闆曾大福的孫女 曾大福今天受訪的時候就表示說 孫女看到潘孟安完成了任務 非常高興 更談起了四年前 總統蔡英文親自走訪書店的 一些有趣的互動 手拿一盤清脆芭樂 副總統賴清德吃在嘴裡 甜在心裡 因為這芭樂可是賴清德競選總幹事 潘孟安搭高鐵時 巧遇到一位高中生 請潘孟安愛的快遞轉交給賴清德 還附上一封信 畫上小愛心 寫著這是阿嬤自己種的芭樂 給賴總統 文莫還邀請潘孟安 到水準書局逛逛 遇到潘孟安的女學生 所提到的水準書局 其實大有來頭 不只開業了半個世紀 甚至是總統蔡英文 她的愛點 四年前小英總統到水準書局拍影片 當時這位綁著馬尾看到鏡頭有點腼腆的 就是送民主巴勒的郭同學本人 影片裡刀爛的書局老闆是郭同學的外公曾大福 外公講起孫女齊玉記感到不可思議 帶著記者再逛一遍 小小的走到牆上滿滿紙條 不只蔡英文 連李登輝都曾到此意猶 坐落師大巷弄的小小書店 以便宜價格以及浩克 常常辦買 辦相送的老闆文明 在潘孟安實命必達任務完成之後 郭同學興奮轉發貼文 說明進黨的國務卿他當定了 記憶新聞 理聽蔡神佑 採訪報導 英國白金漢宮在昨天發出聲明表示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被診斷出罹患癌症 不過並沒有說明是何種癌症的類型跟程度 那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呢 跟他最近接受的售護腺的手術是無關的 也不是受護腺癌 那有英國媒體報導 跟家人鬧翻的哈利王子 將會回國探視父王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照片 佔據了各大報的頭版 因為他的健康亮起了紅燈 英國白金漢宮在5號宣布 75歲的國王查爾斯三世被診斷離癌 但沒有透露是罹患核種癌症 只有強調他現在已經開始接受治療 會延後出席公開活動 雖然查爾斯之前有接受過治療 攝護腺肥大的手術 但有消息指出他不是罹患攝護腺癌 詩人雜誌指出41歲的威廉王子 可能會代替父親承擔一線職務 但目前沒有計畫指派國務顧問 來代處理公務 至於和王室關係緊張的哈利王子 則打算從美國飛回來探親 父子倆有望破冰 但是哈利的妻子梅哥和兩名孩子 不會同行 消息傳出之後 包括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英國首相蘇納克 美國總統拜登 和前總統川普等人都表示關切 但也有英國民眾直言何不藉此交報 隨著各界祝福的訊行湧入 白金漢宮表示 查爾斯對於自己的治療相當樂觀 也期待儘快復原旅行職務 這新聞綜合報導 雖然英國王室並沒有宣布 查爾斯在接受治療的期間 會不會有代理人執行公務 但是也引發大家進一步好奇 就是王室到底有沒有職務代理人的制度呢 根據1937年頒布的涉政法令 英國君主佩偶以及繼承順位前四 然後年滿21歲的繼承者 會被任命為國務顧問 可以在國王喪失行為能力 或者是不在國境等等的特殊狀況之下 暫時代理國王處理公務 也就是說一旦查爾斯 他病重到暫時無法全面執行公務的時候 他能夠把部分的職責委託給王后卡蜜拉 威廉王子 哈利王子 他的妹妹安妮公主 小弟弟安德華王子 還有大帝安德魯王子 以及安德魯王子的長女 碧翠斯公主等等 不過等到一旦查爾斯 是完全無法執行公務的時候 他的權力就會被收回了 由涉政王來承擔 依照法律就是他的長子王主威廉 但是王室幕僚也強調 查爾斯目前不需要委任國務顧問 來執行公務 而在他治療的期間 會由王后卡蜜拉全面履行公務 安妮公主則將會執行 授勳儀式的公務 威廉也已經宣布 將要恢復執行公務了 英王查爾斯三世 去年才終於得償所願 以七十四歲高齡完成加冕儀式 君主之位還沒坐熱 卻被診斷出梨癌 王室生涯實在坎坷 由於母親伊麗莎白二世 從一九五二年查爾斯年幼時登上女王之位 一直到二零二二年逝世 足足當了七十年的英國君主 讓查爾斯成了史上再位最久的王廚 繼位前查爾斯積極投身慈善活動 國際交流 也多次向母親民事暗示 準備好當國王了 遠大暴富卻到了人生晚年 才得以施展 熟悉王室的人士認為 查爾斯一直以來把身體保持得還不錯 但英國衛報也刊文細數 他多年來受手部關節炎或水腫所擾 出席官方活動也能看到 他的手指明顯腫脹 達了四十幾年的馬球 查爾斯曾多次摔下馬背 造成永久性的背部傷害 不過整體而言健康狀況良好 離癌的消息讓人意外 日後恢復情況也將牽動英國王室穩定 即使我們《財財集團》新一報道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企業 我們再會 達成永久性的調查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